朋友们好,在上一期视频,就是说 那个败家子,把人家彼得大帝以来的 这个战略,就是所谓的 欧洲整个缓春区化,芬兰化的进程给打破了 就是败了他的家。 那期视频里头刚开始,我说了 在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州的一九亩地区 乌克兰的军人又击落了一架苏三四战机 价值连城啊,但是呢,刚刚我又看到 就在同一个地区,乌克兰军人呢,又击落了一架卡尔五尔直升机 这两架飞机合起来也差不多快一亿美元了 乌克兰人又该心疼了,说我又可以建多少学校, 建多少医院,做很多很多的好事 这简直就是浪费钱啊,没办法,俄罗斯人愿意浪费 你有什么办法,你拦不住啊 那我们接着来说飞机吧,俄罗斯啊,它最近不是叫嚣要取消对 波罗的海那几个国家的这个 承认嘛,就是不承认拉脱维亚,不承认 立陶宛,不承认爱沙尼亚,他们几个国家的国家地位 当然也对波兰发出了威胁,也对人家哈萨克发出了威胁 至于乌克兰,他早就采取了行动了,而不是威胁 所以呢,就是欧洲这些国家都看到了 如果把芝加坡胃口这么大,这么狠的,那不把他拦在乌克兰 可能就我们自己要遭殃了 因为你要打波兰,你要打波多利海国家 那四个国家,人家都是北约成员国 而且也是欧盟成员国,你是对着整个欧洲去的 打一个就等于把所有大家都打了 你那时候参战都不行了,就属于那种情况 就这三个国家,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这三个国家 国家虽然小,但科技实力是相当相当巡厚的 就咱们老不是有一种芯片的那种情节嘛,芯片情节 那这个芯片,我们大家都知道 有一个很重要的设备,就是光刻机 那是需要的,但光刻机里头还有很多的技术 就是人家立陶宛,由他们来开发的 你如果想买一个高质量的光刻机 没有立陶宛的点头,那也不行 当然,里面美国的技术就更多了 美国说,我的技术不让你卖给他们,那也不行 嗯,关于这个呢,可以专门来说一期视频 今天我就不说这个了,因为我的视频一开头说到 打落了这样的飞机,打落了那样的飞机 又说到立陶宛,那当然肯定还是跟飞机有关了 乌克兰人击落了俄罗斯的那个苏34战机 跟卡52这个武装直升机 而现在,立陶宛的民众呢,就在使劲的给乌克兰人买无人机 他们原来凑的差不多一百万美元 然后呢,就派代表,带着支票,去土耳其 买飞机,准备捐给那个乌克兰 这个土耳其,这个飞机的这个 供应商啊,就制造商就说是 哎呀,算了吧,你们把这钱还是给乌克兰人买一些人道主流物资 这个飞机呢,我们免费 给那个乌克兰一架,就是送给他们一架 以你们的名义,给他们就行了 这样呢,他们就把钱 带回来,买了一部分人道主流物资,就送到乌克兰去了 这个事情呢,就起了个表帅作用嘛 整个就是在这个立陶宛掀起了一股 给乌克兰人捐飞机的这个热潮 这不嘛,最近呢,他们又凑了差不多一百万欧元 然后呢,就从爱沙尼亚一家私人公司 那家私人公司叫什么公司呢,就THREOD THRODE,这家公司买了四架 USCVTO 就是这么个小型的,专门的一个间谍的无人机 这种无人机,它有什么特点呢,它就是超轻 然后呢,就是超静音 就是在离你很近的时候,你都听不到它的声音 然后呢,超级抗风 风再大的时候,它也能够穿透,然后继续往前飞 然后呢,就能够垂直起降 起降起来,想加速的时候,它又用它的固定翼 就是结合固定翼跟结合那种旋转翼的那种飞机 在任何的地形 在任何的温度,它还可以超低温的去操作 然后去操作,在雪地上也就飞起来了 不受任何的影响 然后呢,它的这个摄像头 就是多角度拍摄 然后高清,然后能够那个 它也有一定的载转量 艾莎丁亚开发这款飞机主要是 进行边境巡逻 跟森林灭火 能够吊上一大兜子那种灭火材料 然后到火的上方去把它打开 灭火飞机载转也是相当大的 这个乌克兰拿到这飞机之后 稍微改造一下,上面就可以放炸弹了 就成查打一体飞机了 也是相当拉分的,相当厉害的 这个无人机在这次乌克兰抗击俄罗斯 入侵的过程当中 立了很大很大的功劳啊 现在它就是已经买了这么四架飞机 这飞机呢,艾莎丁亚人还起了个名 叫什么名呢?叫死神无人机 那意味着就要去杀人嘛 或者是协助炮兵去杀人 另外,这个就是 Tro的公司啊 在准备给乌克兰送两架这样的无人机 那我们就等着看吧 这无人机是相当好的 我从视频上看 人家就是一个箱子 装到普通家喻的小轿车的后备箱里头 拉到一个地方 然后停下来,把箱子打开 稍微一组装 然后放到地上 按钮一按 就飞起来了 而且呢,大家也不用竖 很大很大的天线 你像乌克兰他们自己研发的那种无人机 当然它那个无人机有点像TP2的 它要竖很高很高的天线 要专门织一个工作站 而爱沙尼亚的这种无人机呢 它不需要,它就有点像大疆那样的 但是呢,它的无线电信号是非常非常强 这就是我今天想跟朋友们聊的一个视频吧 好了,那今天就先聊到这吧 谢谢朋友们,再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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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